慈濟基金会计划出面购买辉瑞BNT疫苗 23号由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 与副执行长和日升在律师陪同下 向卫福部食药署正式递件申请 完成送件程序 等待中央主管机关审核 至于民众则相当期待 未来可以选择疫苗施打 但何种方式都要疫苗充足 经中央CDC进行讨论后才能定案 慈濟基金会透过海内外慈濟人多方管道 以及专家学者 被妥辉瑞疫苗前期相关申请的文件 向卫福部食药署正式递件申请 完成送件程序 预期购买BNT德国原厂500万剂疫苗 今日以依政府相关法规与作业有成 提出输入申请 后续将积极配合政府主管机关进行文件审核 早日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可的疫苗 给台湾民众施打 佛教慈激慈善基金会 对于协助台湾取得疫苗的努力极为积极 有关慈激对于新冠疫情的疫苗取得 从台湾疫情开始转趋严峻 慈激陆续与主动或被动由医院提供疫苗的业者洽谈 慈激基金会表示 会选择BNT疫苗是基于第一 BNT疫苗是目前所知最好的疫苗 第二BNT现行产能的供应比较能够符合紧急的需求 第三BNT疫苗是目前市面上唯一能够施打在12到17岁青少年的疫苗 慈激重申 申购疫苗一切依照政府相关规定办理 希望能够协助台湾早日度过这场疫情 记者刘明胜 华林市 蔡芳宝董